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德国霍夫曼咨询公司海水采矿投资案是否被批行政过程草率,是一位国民党团今天联署要求召开临时会,并由市长林佳龙进行专案报告中是否回应此投资案警卫出其洽询协助,以检讨既有机制并建立更完整SOP。 一,国民党团书记长李中说,市府团队事前没有严谨审查把关,党团议员请市府提供相关备忘录资料,市府又以保密为邮据不提供,但此事由关台中市信誉,若未经媒体踢爆孔将出现炸带,财务黑洞等衍生问题,林佳龙有责任就相关问题逐一向议会报告。 他又说,市府行政作业粗糟,不仅以效国际,也重创台中市信誉,国民党团呼吁其他议员不要忘记民意代表该警的监督职责,因共同加入联署,紧速召开临时会让市府对市民说清楚,将明白,目前党团议员已有21人联署,联署书明天送交一帐定夺。 市府经发局说,本案目前市府仅担任洽询平台,协助对方在前期作业时的采线、畅刊等事务,也帮助对方了解台湾的作业规章。 如果确定在台投资,才会进入实质审查及把关程序,包括经济部针对公司营业项目资金来源投资标的进行审查。 市府对本案资讯确实掌握不够完整。 市长林佳龙已要求检讨并建立更完整。 SOP也请对方紧速提供进一步资料。 后续行政协助会建立在对方资料完整性上。 至于备忘录资料,以超路重要内容回复议员并非可以隐匿不提供。 市府强调,未来台中市投资案的行政协助。 市府将邀请法律专家协助列出具体必要文件。 往后投资案件必须事先提供这些完整文件,并经本府内部预审程序后才会进行MOU签订与后续的行政协助。